台北就業服務處從幾日起到11月17號 邀集了25家國內知名的廠商 一共釋出1,187個工作機會 包括自行車租認、快遞物流、餐飲旅宿和門市零售等 工作只缺多元 劳動局強調所有的廠商 今年度都沒有發生重大的勞資爭議 或者是發生無薪假的狀況 邱志朋友可以放心面試 上下班尖峰時段U-bike不是一車難求 就是一駐難巡 借還車都困難 這時候車輛調度的工作就很重要 隨著站點不斷增加 調度員人力需求大 因此微笑單車公司向熱心里民 開出實薪185元徵求小幫手 本次跟里長的體系結合是希望能夠將這個訊息 佈達給更多民眾知道 那有些民眾其實是會透過里長體系 去獲得一些資訊 所以希望透過這個機會來去做一個合作 並不是說所謂目前有缺 當然缺工是一定有的 那所以一直長期的招募 希望多儲備一些人力來去因應一些緊急的狀況 此外微笑單車還將在南港東名清營就業服務站 擴大招募調度專員 早晚班月薪33K起 夜班39K起 調度計時人員時薪185元起 最高可達205元 除加班費令計外 還想由資補助及外勤獎勵 台北就業服務處從即日起到11月17日 將邀集25家國內知名廠商 共釋出1187個工作機會 包括自行車租賃 快遞物流 餐飲旅宿 門市零售 休閒娛樂 居家長照夜等 工作職缺多元 歡迎社會新鮮人 求職 轉職 中高齡及二度就業需求的民眾 參加現場偵材活動 記者游祥亭台北採訪報導 為了推廣國產稻米 農糧署舉辦創意米食競賽 吸引來自全台49間的餐飲學校報名參賽 學生們發揮創意 利用米股粉和農特產品 製作蛋糕 還有各式的風味主食 其中桃園四季綠能工商高中的學生 利用米蛋糕搭配芋泥和咖啡丼 做成了創意甜點 獲得評審肯定 抱走冠軍獎杯 學生們端著料理作品 開心走秀 同兩署舉辦非米不可 創意米食競賽 吸引來自全台49間餐飲學校 同場較勁 其中桃園四季綠能工商高中 學生謝惠宇 利用米蛋糕搭配芋泥 布丁奶酪 上層再鋪上咖啡丼 口感豐富又不甜膩 獲得評審青睞 抱走十萬元冠軍獎金 像是麵包用麵粉製作的甜點的時候 胃會脹氣 它米吃起來的時候是不會的 然後它吃起來是帶有一點米香味 然後也比較綿密的口感 學生們很有創意 用它的巧思跟它的巧手 把這些米食可能就是單純的白飯 或是單純的米糊粉 它可以把它做成各種不同的 驚奇的這些產品能夠出來 讓很多消費者其實認識 這樣子這個米食的一個推廣 那進而來多多來使用 我們國產的這些米飯 農糧署推廣國產米 作為比賽主要食材 同時還要搭配在地農特產品 學生們發揮創意 不只有蛋糕甜點 還有各式風味主食 而國內超商業者也到場評選 只要符合市場流通商品 價格低於八十元 就有機會上市販售 那未來我們會跟國內的 很多的這些消費的平台 或是國內的量販的超市裡面 能夠把我們的這些創業的產品 能夠自由這些平台來銷售 把我們學生精心所設計的這些產品 藉由這樣的推廣讓更多消費者來採用 學生從產品發想到實作 除了要考慮食材特性 還要計算製作成本 提前與業界接軌 不管在升學或是就業上 都能提升競爭力 同時讓國產米增加更多附加價值 吸引消費者嘗鮮 記者邱世民 台北部 為讓更多人認識輔助溝通系統 那個單字的發生器或是圖卡的方式 我們就比較容易有很清楚的知道說 他可能要四個學校裡面 他喜歡哪一個 第一社福基金會AAC 跨越溝通鴻溝平台 特別舉辦AAC影音創作比賽 從7月開始經過四個月的針見 從大專院校特教細緻 三星障礙機構拍攝 跟AAC溝通相關的影片參加征選 讓更多人了解這個系統 這社會上有一群 可能沒有辦法順利溝通的人 可以藉由這樣的一個輔據的幫助 跨出跟人家溝通的那一條障礙 第一屆AAC影音創作比賽 更有19件的作品參與競爭 剔菜包括動畫 短劇 以及類紀錄片等多種形式 第一社福基金會希望 藉此讓社會大眾了解 喪失語言能力的病友 也能夠透過溝通輔據 享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教掃花產報導 台北市市場駐從109年起 執行攤販長期精進計劃 整頓市林夜市 協助成立自理組織 消費者通報專線 並嚴格取締陸中攤販 加強茶盒現切水果等等 隨著國門的重啟滿一年 人潮已經恢復了疫情前的水準 整體商圈的店面空置狀況 也只剩不到100家 周末來到市林夜市逛街 發現人潮變多了 每條街道像那種 都有被人流推著走的感覺 隨著疫情解封 國門開放滿一年 夜市也有在線熔景的趨勢 整體商圈店面空置狀況 也只剩不到100家 台北市市場處從109年起 依據攤販長期精進計劃 整頓市林夜市 協助成立自理組織 消費者通報專線 並嚴格取締陸中攤販 加強茶盒現切水果等作為 目前人潮回流 已經恢復疫情前水準 為了確保民眾有良好的逛街環境 市場處會持續稽查 避免有店家坑殺觀光客的狀況發生 目前空的店面已經不多 只有部分因為租金較高還在閒置 但多數業者都有感覺夜市生意越來越好 在文林路、集合路上的店面 陸續都有新店進駐 市場處強調會持續和自治會合作 透過公司協力維持營業秩序 希望能提供民眾更好的消費環境 安心品嘗美食 記者游祥亭台北採訪不到 11月19號是世界防止兒童受虐日 兒福聯盟特別引進了 No heat zone 零暴力空間 以大人不打大人 大人不打小孩 小孩不打大人 小孩不打小孩 等等四個理念為核心 共同打造免於受虐的社會 根據衛福部統計 台灣平均每天近33位兒少遭受兒虐 可見防止兒少遭受暴力 還有更多的進步空間 俄福聯盟在1119世界防止兒童受虐日前 呼籲大眾共同防止兒虐 這麼多的醫療前輩 這麼多的兒少保護中心 大家都是品持這個信念 想要努力 我們沒關係 我們能夠救一個 我們就避免了這樣子 後面的這些悲劇 經過俄福聯盟12年來的倡議 台灣社會的兒保意識逐漸進步 並且在今年特別引進零暴力空間 以大人不打大人 大人不打小孩 小孩不打小孩等似的理念為核心 更獲得金色標章認證 我們其實周遭的人也可以用 比較理解的眼光 給他們時間空間 那這樣子就會自然減少了 這個大人去責罵小孩的機會 俄福聯盟也呼籲 家長共同響應正向的教養方式 與同理代替責罵 用非暴力的管教方式 代替對孩子提罰或施加暴力 共同打造一個讓所有人能夠免於暴力 安心共好的社會 九層話長報導 大家好我是李懿 各位朋友 如果你在求職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幾點 第一 真財公司需合法立案且正派經營 第二 千萬不要隨便交給陌生人 你的帳戶提款卡 或者是身份證件 也不要亂簽署任何文字契約 第三 通常跟你講說 錢多事少離家境 通常都是 詐騙陷阱 你可以直接打 165詢問 其實在收到 縣封以前 我完全不知道 什麼是國務院法官 那個當下其實 我有一點 害怕 我真的能升任嗎 法官都很細心的告訴我們 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現場的人他是專業的 你怕什麼 都給媽媽好 那再加 媽 我去送貨 是不是去銀行 教營業用車輛下期使用牌照稅 你是說 營業用車輛下期使用牌照稅喔 你教的 愛誠實納稅啊 用這個啦 收到繳款書後 下載行動支付 和電子支付APP 掃描QR Code 就能馬上繳納 還有信用卡 ATM轉帳等多元繳納管道 都會聯繫頂喔 很方便耶 多元繳納不卡關 一路順上安心 GO 所謂釣魚簡訊也就是說 他會去聯繫一個 詐配的一個網站 比如講像說 你的通行費啦 你的停車費啦 你的汽車燃料費 已經預許你了 那你就是點入他的這個網站 點入的網站裡面 你又輸入你的這一些的資料 或者你的信用卡 他騙個資嘛 騙個資 騙女個資進去 那去做這樣的一個詐騙的新聞 Give it to me like 年底各社福團體發起了寒冬送暖活動 宏大老人基金會呢 希望幫弱勢長輩整理家裡送圍爐餐 四個月要募集三千萬元的服務經費 邀請藝人Ella 陳佳化擔任愛心大使 還設這裡一款創意的夾娃娃機 號召民眾一起捐款來做公益 藝人Ella 陳佳化挑戰夾娃娃機 動作熟練 但沒有一次就中 氣到跺腳 也激起不服輸的精神 終於挑戰成功 但接下來還有更重要的任務 盡民力已經變成志工了 喔 志工 你是志工喔 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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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a幫90歲的老爺爺穿上志工背心 用行動支持關懷服務 而且機台裡的娃娃 都代表著社會上每一位獨居長輩 未來會出現在全台各重要商場 邀請民眾一起捐款 我覺得奉獻不只是 你物質上面的給予 或者是說你行動上面出力這件事情 有時候你只是一句很簡單的問候和關心 都是一種奉獻 長期關懷弱勢長輩的 紅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今年以發現角落孤老人為主題 設計這款創意捐款娃娃機 將服務長輩做成五款超萌娃娃 喚起民眾對獨居長輩的關懷 紅道老人基金會從1995年就開始成立了 然後我也才擔任了六年的時間 但我真心很佩服說 他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關懷這些需要幫助的獨居長輩們 給予這麼長時間的幫助 接下來11月到2月的時候 我們很希望透過寒冬駐老的服務計劃 透過陪他們一起可能是除舊不新 然後陪他們送他們過年需要的物資 或者是帶他們走出家門 歲末寒冬 紅道基金會幫長輩們除舊不新 半年貨送為爐餐 希望在四個月內募集3000萬元服務經費 邀請連續擔任六年的公益大使Ella一起響應 號召民眾加入公益行列 記者邱世民 台北報導 為了增加跨世代的學習機會 台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邀請到社區的長輩和大同大學的學生們 一起組成輕盈合唱團 而且還要挑戰難度極高的 阿卡貝拉的演唱方式 成果會發表當天 有長輩就分享自己學習歷程 學生們也佩服長輩們努力學習的態度 主動關懷協助合理完成演出 熟悉的旋律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在教室裡傳唱 仔細一看整個合唱團成員 不只有大學生還有退休的長輩們 大家各司其職扮演不同聲部挑戰阿卡貝拉 因為我看到年輕人他們充滿了活力 這個是我沒有的 那跟他們接觸以後產生了我的動力 那我有一點期待就是這個能夠延續 就是唱歌這種東西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唱得不好聽 我們就不敢唱可是就是大哥大姐他們 他們就是老師說什麼就唱 然後就算唱不好他們還是會努力的去學 就是不會害怕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有他們反而我們學的會比較快 有的時候會碰到一些不喜歡跟老人家相處的 但是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情況 我覺得他們基本上是非常友善 阿卡貝拉是無伴奏的合唱形式 靠人聲模擬打擊及Bass低音掌握節奏 再由主旋律及合聲演繹歌曲 需要較高的演唱技術才能合力完成 大同健康服務中心邀請社區長輩 和大同大學的學生一起加入八堂課的培訓計畫 從發聲練習到成果展現 培養世代間的默契 阿卡貝拉相對有點難 但又比較簡單就是它是一群人可以聚在一起合唱 那我覺得對於長輩來說 會是一個蠻難得的體驗 可以這麼多人同時一起唱歌 然後去挑戰上不同的聲部 大家彼此在唱主唱的時候 每個人聽感上是有出來的 所以其實在一個我要換你唱主唱 OK 然後現在又換我唱Baking這個過程中 其實就是互相配合跟合作的一個過程 運用歌唱的方式 幫助長者記憶力訓練 口腔吞咽功能訓練 強化肺部功能 達到延緩老化及預防失能的目的 音樂有助於抒發情感 透過學習豐富生活經驗 讓長輩們可以增加活動量 對年輕朋友來說 同樣能夠主動關懷彼此互助合作 營造友善社區環境 記者邱世民TV報導 有20年紀錄片拍攝經驗的導演楊守藝 耗時三年天生紀錄 越野跑著古明鎮周青的中央商脈 大眾種最速挑戰計劃 赤心巔峰 這部電影即將登上大一幕 也是台灣第一部由人為出發點的登山紀錄片 金將導演楊守藝又依最新立作 耗時三年 赤之千萬 天生紀錄由越野跑者山頂郎古明鎮發起 越野一哥周青加入計劃的 中央山脈大眾走最速挑戰 赤心巔峰也是台灣首部 引人為出發點的越野登山紀錄片 從人的努力跟山的登山結合 這種比較極限的故事 是的確比較少 透過這次用電影的方式 然後有文化部的支持 還有很多朋友的幫忙 我希望的確他可以跟這個世界 更多的對話 我們不應該為了金牌 去追求任何一切 我們應該是努力的奮鬥之後 金牌或背後的榮耀 它是被你奮鬥之後所賦予的 那我也是想要藉由這個紀錄片 這個影片去傳遞出 我的心理的想法是 我們不要害怕失敗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奮鬥到底 中央山脈大眾走全長322公里 必須翻越40座百月 赤星巔峰紀錄片中 除了有正式挑戰時的畫面 更有事前無數場看 以及訓練的過程 包括差點墜落山谷跟溺水 甚至兩人因為觀念不一 而發生爭吵的畫面 全都一一收錄在片中 在面對困難的環境的時候 那個當下是很痛苦的 那個就像是全身赤裸的走向極地 你不停的顫抖 但是你沒有任何一刻可以停留下來 那你停留下來就是爭吵 然後再爭執 所以這有時候是需要去磨合的 需要磨合 空拍以及各類的運鏡模式 除了看到壯闊的台灣屋籍 更看到了兩位跑者的堅毅信念 也希望大家能夠跟著他們 同樣跨越各自心中不一樣的大山 這有長話長報道 為期一個月的市營運 南門市場終於正式開幕 台北市長蔣萬安 市場自治會會長王全國 共同出席剪彩儀式 期許經過升級改建後的南門市場 可以蛻變成國際級的觀光市場 國慶年將第一天市營運開始 到現在每天幾乎是爆滿 人潮不斷了 很難想像我們的公共市場 既然是一個台北市 目前大概是最夯的一個景點 北市府投入35億元 成功改建地上12層 地下5層的全新南門市場大樓 二樓到B2是市場區 三樓以上是辦公區 未來B1將與捷運萬大線共購 打造交通便利 明亮舒適 乾淨無味的購物環境 真的讓我嚇一跳 這個南門市場好像不是一個市場 是一個觀光區一樣 每天陸一不絕的人潮 真的把市場都擠得滿滿的 然後我也一直在適應它 其實正宗大樓還不錯 優點很多 雖然有些小小缺點 慢慢在改建 歷經四年改建和兩次搬遷 王全國終於帶著所有攤商 回到原址 心裡滿是感動與感謝 南門市場裡面攤眾多 整個大江南北都濃縮在市場裡 不論哪個年紀來到這裡 相信都可以找到最正宗的好味道 記者游祥婷 台北採訪到 伊甸基金會舉辦的第十屆無障礙生活節 邀請民眾一起感受身心障礙者 日常生活的困難 藝人莎莎也應邀擔任公益大使 並實際體驗輪椅和視障者的生活 希望號召大家響應活動 許久不見的藝人莎莎一坐上輪椅 就露出相當驚恐的表情 應邀擔任伊甸基金會第十屆無障礙生活節 公益大使的他 除了親自體驗輪椅族的生活 也試著感受視障者的日常 他才發現這些弱勢族群度過的每一天 真的都相當的不容易 輪椅跟那個視障那一部分都很可怕 你會有一種覺得 怎麼辦 我現在要去哪裡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控制我的身體 明明就是平常我很OK 但我都沒辦法了 好難 然後當眼睛全部被蒙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旁邊聲音好清楚 一點點小小聲音 你就會覺得什麼很可怕的事情要發生 所以我覺得 每一個地方都很值得大家來體驗一下 然後感受到身上朋友需要幫忙的地方在哪裡 為了讓民眾了解無障礙 以及友善環境的重要性 伊甸基金會舉辦第十屆無障礙生活節 邀請民眾一同感受身心障礙者日常生活的困難 需要社會更多理解跟友善 但是我們希望說很多人看著所謂的 身影障礙者或者弱勢者的時候 不要用可憐而看 而是應該用一個平權人權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現場除了有十年回顧 障礙體驗關卡跟舞台表演 加上身障礙職人帶來首座體驗以及市集 至於靜態展中則展出這十年來跟大家 生活息息相關的無障礙議題 希望號召更多民眾共同響應 請看我們的生活看板 我們很期待 我們會見到你一會兒看 我們會看 meu張 一會兒看 我們繼續再見 快點 我們會見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